第一個問題就是把全部的資料都把它讀取了 可是全部的資料讀取之後的話有個問題 我不要那麼多啦 我只要前十個會員 有沒有 如果前十個會員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叫READ READ的話是全部讀取 那如果你要只讀取部分的話 你可能要把這個方法改一下 這個方法的話可能就是把它改成電 後面它有一個叫READ 其實你打這個READ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提供給你 幾個相關的那個這個函數出來 那第一個是叫做READ 那第二個好像叫READBLE 也能不能讀取 第三個叫READLINE 第四個叫READLINE READLINE的話其實沒有加S 其實它意思是讀第一行的意思 那READLINE的話 就是把它的每一行都讀取 那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這樣看起來 這邊總共有五十個會員 加一個藍位名稱 所以總共有五十一個READLINE 那所謂的一個READLINE的話 意思是說尾巴是換行啦 一個換行就是一READ的意思 所以這邊有五十一個READLINE 那特別是它的這種讀取的話 因為有五十一個READLINE 五十一行的意思啦 然後它會放在一個 它就不可能放成 像剛剛一樣的是一個子串 而是會放在一個資料形態 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串列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五十一個嘛 不可能說放一個文字 而是會把它分開來變成五十 也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說你如果把這個資料貼掉以SEL 它就是五十一個列的意思啦 OK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成叫READLINE 這個叫READLINE OK 那前面的變數名稱我們就不用S啦 我們改成叫LISTS好了 LISTS1 給它編號叫1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邊後面一樣改成LISTS1好了 LISTS1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READLINE 你把它print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差異呢 OK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它print出來的結果 它就會是長這樣 記得呢 未來 如果是一個LISTS的話 它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就是呢 它的開頭跟結尾一定是中刮弧 也就是說呢 它的頭一定是中刮弧 尾巴一定是後中刮弧 那裡面的資料的話呢 它一定是一個資料 中間加 這個是編號0 然後斗點 再編號1 再編號2 編號3 也就是說呢 它的編號一定是從0開始啦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今天 希望取得某一個資料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假設了 我要取的是0 所以哦 這個是0嘛 那我要取1到10的話 那不就0要 這個藍根名稱要嘛 那這個就1嘛 這個就2嘛 所以跟它的編號 所以哦 我就取0到10就好了 有沒有 我要把0到10的資料把它取出來 所以要怎麼樣把0到10的資料取出來 特別注意哦 有一個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 如果你要取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 把它的串列名稱 有沒有 後面再加上個中瓜壺 裡面放它的編號 它就會取出 你要的那個第幾列的資料 比如說0的話是 第一列嘛 第一列放什麼 藍根名稱 所以如果假設這樣哦 如果你假設寫這樣 printl 你會發現它得到什麼 得到的就是 它的第一列 就是它的藍根名稱 那如果假設哦 你說老師 那我要前10列的話 那變成說 我們先前兩個會員 那豈不是這樣子 0、1、2嘛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會 藍根名稱 這邊又一個 這邊又一個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前10個會員的話 那豈不是我就怎麼樣 再把這些嘛 再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改成什麼 3 4 5 OK 好 執行一下 我們會發現 欸 出來了耶 有沒有 0 就是藍根名稱 1 2 3 4 5 有了耶 那問題你說老師 那如果10個會員 那不是很 好像一直貼有點蠢耶 對好像沒有那麼聰明耶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啦 各位如果看到它的規則一定是0 到10 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應該要把它寫成一個回圈啦 因為它是連續的範圍 那這個連續範圍的話 一定有連續性的 連續性 那我們不是上禮拜才講的 4回圈嗎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只需要有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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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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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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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教各位一招一定要學的Ctrl-1 Ctrl-1就是把你暫時不需要的程式碼 把它註解掉 就加那個頸字號 如果你要把它取消註解 就是再選取Ctrl-1 所以這Ctrl-1很重要 那這樣的話我們把程式寫完之後 來Run-1看好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上面其實就是我們以後如果大量的範圍 你不可能用人工慢慢在 當然如果小範圍可以 大範圍不行 好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 藍位名稱是0 1 2 3 4 位就10剛剛好 沒問題了 前10個會員就被我快速的給輸出了 但是好像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說老師這個好像中間有多一個 莫名其妙的空白行 空白的那個 其實底下應該要接在它後面 為什麼說 因為其實你可以從剛剛的這個輸出的資料裡面可以看出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觀察到 它的資料 是會在尾巴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還記得吧 反邪性恩 我好像也講過嘛 反邪性恩就是什麼 就是換行的意思 所以它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尾巴多一個反斜線恩 所以其實如果你假設你要把這個拿掉的話 其實不要多一個換行 那其實就是可以把這個尾巴的這個換行拿掉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假設要把這個尾巴的換行拿掉該怎麼做 這等一下我們再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些 輸出10個先完成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解決 如何去掉尾巴的換行 另外假設說 如果變化題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輸出的是這個1到10號 我今天希望輸出的是11到20號的話 怎麼做 或者是輸出的是21到30號 怎麼做 OK 當然你要懂得如何去把它拆分 那可是要怎麼拆分 或者甚至一個變化 如果我只要單號輸出 雙號雙號輸出有沒有辦法 你要有這個 不然以後你將來要處理資料 總不可能說你只會一招 其他不會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邏輯判斷而已 比如說基偶數我們好像之前有做練習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剛好取得你要的資料 做判斷 好 試一下 好